新唐人 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深圳工廠欠興搬遷 引發員工抗議潮 圍方三孩15年後可免費讀高中 引發抨擊 誰能騎最慢 自行車騎慢賽 比技術也比耐心 拜讀李大師文章 重新體會創始主造人的意義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近來 深圳大批工廠搬遷 但未按規定給予員工經濟賠償 甚至是拖欠工資 引發多起維權事件 28日起 知名大廠太強玩具廠的員工 集體罷工 要求賠償 位於深圳西鄉鎮航城街道草圍村的太強玩具廠 28日 29日連續罷工 網傳要搬廠去越南 但廠方不給員工補償工資 導致員工集體罷工 當地警方出動鎮壓 30日 記者不打該廠電話和西鄉鎮多家勞務仲介公司電話 但電話都打不通 當地勞動部門回應說已介入協調 但沒下文 我們是專門處理相關的投訴的 你有什麼疑問你可以找我們在現場處理的工作員去反饋 去諮詢 好不好 我們在場的時候有相關的律師 有相關的法務在那裡 近來持續有工廠撤離深圳不給員工賠償 引發員工集體維權 例如27日 沙井凱中精密工廠連續施工堵住員工維權 不讓員工進出 24日 石岩艾美特全廠員工連續兩天維權抗議 20日 鼎泰電子廠員工跳樓討薪 現在中國內地法力很多都是做過樣子 沒有執行 員工是弱勢群體嘛 它能耐就耐 反正這環境很差 都是法律社會 你要舉牌它就給你抓起來 深圳大量工廠搬遷和倒閉 導致失業潮 網傳視頻顯示 農華汽車站近期每晚城管大早檔 驅趕失業流浪人員 深圳北火車站全是失業逃離的 華牆北檔口空置率嚇人 現在是大期的知道了 沒關門的聲音也比較慘淡 現在人口都減少了 我看街上沒那麼知道了 因為他們早上是坐這裡生存不下去 就回老家 大量的企業離開這個地方 工作是越來越難找了 我離開診證實證回來處理一下 確實現在已經不是以前的診證了 很多話我又不敢繼續說 新唐人記者熊斌黃宇寧採訪報導 中國人口下降 引發當局恐慌 為鼓勵生育 山東維芳市近日公布 家庭中的第三個孩子未來可免費就讀公立高中 由於政策15年後才能兌現 引發輿論抨擊 據維芳發布微信公眾號消息 維芳市政府近日發布新規 旨在激勵三孩生育 其中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規定 對2021年5月31日以後生育的三孩 在就讀公辦普通高中期間可免除學費 按照中共現行教育規定 孩子從出生到完成9年義務教育 到高中入學時最早也要15歲 因此 按照維芳市的上述規定 生育的三孩需要15年後才能享受免費讀高中的待遇 上述消息一出 引罰輿論抨擊 網上也是罵聲一騙 有人說 這一看就是空頭支票 否則為啥不從幼兒園開始布貼 15年後要兌現了 就跟你說 歷史文件不具有意義了 就跟政府來養老一樣 北京95歲以後的老人免費醫療一樣的套路 這種化未來的大餅的卑鄙手段是中共一貫作風 還有人說 現在上一班高中學費一年一千塊 靠這種政策鼓勵生育就是個笑話 新唐人記者陳潔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 中共官媒週三同報 江西省前副省長 人大常委會黨組副書記殷美根 應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據明慧網報導 殷美根曾參與迫害法輪功 受到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沒有說明殷美根被調查的具體原因 殷美根試圖一直在江西省 曾任江西省九江市委副書記 書記 常務副市長 市長 江西省副省長 南昌市委書記 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書記 副主任 據明慧網報導 殷美根任南昌市委書記期間 追隨江澤民集團參與迫害法輪功 對南昌市剝奪老年法輪功學員免費乘坐公交車權利等負有責任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出通告 對殷美根任職的九江 南昌 江西省委等多個單位進行追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陳倩 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 29日會見新任的中共駐日大使吳江浩 要求中共因盡快釋放被拘留的日本公司高層 日本外相林芳正也預計在本週訪中 並就此事對中共表達不滿 中共想通過解封讓世界知道中國經濟再次開放 但外國初創企業和小型公司 正在重新考慮在華投資長遠計畫 中國消費市場正在失去誘惑力 在發生矽谷銀行和標誌銀行倒閉事件後 白宮正計畫對中型銀行實施更嚴格的規定 最快將在本週執行 英國新皇查爾斯三世抵達德國 展開他即位以來的首趟國際訪問 德國總統史坦英麥爾親自在柏林歡迎他的來訪 美國商務部週二宣布繼續制裁五家幫助中共政府迫害人權的實體公司 將他們列入商務部的出口管制黑名單 週二 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將緬甸 中國 尼加拉瓜 和俄羅斯的11個實體列入管制黑名單 其中涉及幫助中共迫害人權的五家中國公司是 洛普海市鼎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墨裕海市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皮山海市永安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烏魯木齊海市新安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漁田海市美田電子技術有限公司 商務部表示 這些公司在實施中共對維吾爾人 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民族的鎮壓 大規模任意拘留 以及高科技監視活動中涉嫌侵犯和踐踏人權 中國企業數據庫顯示 這五家在新疆主冊的公司 都是杭州海康威市數字技術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部分由地方政府的投資管理機構控股 海康威市因為中共監控民眾生產攝像頭 2019年被美國制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于良綜合報導 美國聯邦法官周二裁定 谷歌違反了法庭命令 故意刪除員工聊天信息 試圖隱瞞反壟斷訴訟的證據 旧金山聯邦地區法院法官詹姆斯多納托表示 谷歌自動刪除了員工聊天信息 這些信息本來可以作為訴訟中的證據 多納托所指的訴訟 是一項針對谷歌的反壟斷訴訟 指控谷歌非法壟斷了 在安卓系統上分發應用程序的市場 多納托指出 谷歌沒有盡到保存好信息記錄的職責 司法部在提交的一份文件中解釋說 谷歌的內部聊天室 默認設置為在24小時內刪除聊天信息 司法部猜測 谷歌是在2019年改變了其聊天記錄設置的 當時谷歌已合理地預見到了這起訴訟案 谷歌則便解說 自己已經努力履行了取證義務 包括提供了超過300萬份文件 其中包含數千則聊天記錄 雖然谷歌不會立即面臨制裁 但需支付原告方律師費 而今後法院仍可能予以非金錢出罰 新的裁決可能會產生更廣泛的影響 因為谷歌正面臨一系列訴訟 新唐電視台記者原書綜合報導 78歲高齡的韓國牧師江熙珍 在反覆拜讀了李洪志大師今年發表的文章 《為什麼會有人類》後 他表示 文章對提升人類道德有很大幫助 將為人類社會帶來一個巨大的轉折 這篇文章再次起悟 什麼是人類的根本目的 也是一種教導人生活的指南 這將成為一個契機 再次提示人們 創造人類目的是什麼 今年78歲高齡的江熙珍牧師 目前擔任韓國孔子宣 真相宣傳運動本部 釜山 衛山 沁南分區的代表 他反覆閱讀李大師的文章後表示 這是在指引人類走向通往天堂之路 造物主 創始主在造人的時候 最初人是善良的 我相信這一點 人類創造出來是善良的 後來人開始長眼界了 就開始驕傲了 陷入驕傲中 將自身當成一種神的存在 陷入自滿狀態 從這時候開始就有了制約 人就開始有罪了 他表示 讀了李大師的 《為什麼會有人類》這篇文章後 對提升人類道德有很大的幫助 他認為 只有按照神造人的目的生活 回歸根本 人類才會幸福 人類本來不知道被創造的目的 通過這篇文章 知道了創始主和神存在的價值 同時也知道了 創始主創造我們人的目的 因此知道了 只有回歸本源 人類才能追求到幸福 我是這樣感受的 簡單來說 文章對於人類找回 擁有的最初人權 和最初的道德標準 有很大的幫助 江新珍牧師認為 如果人類知道了創始主造人的根本 目的 道德回歸 即使沒有法律的束縛 人類也會保持善良 李大師的文章 將給人類帶來非常大的轉變 李洪志大師在文章中提到 有神的創造 還講了來勢的世界觀 也提到了三層天和上天等 這些也是基督教里所說的天堂 恢復道德 達到人類最初創造時的目的 最終人即使沒有法律 也能很好地生活下去 這樣的話 人類就不需要法律的控制了 所以我認為 李洪志大師的文章 給我們人類 帶來了一個很大的轉折點 他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看到這篇文章 摒弃貪念 進化心靈 在普世的價值上 全人類都應該領悟 這其中我認為 也是給知識分子 發出的一個警告 特別是政治家 學者 希望這些人 多讀讀這篇文章 希望他們放下貪欲 在清空心靈的狀態下 在恢復人類道德上 起到巨大作用 新唐人電台記者金眼 零湖韓國採訪報導 企業精英占神韵 神的舞蹈與美感 不需此行 3月28日晚間 美國神韻世界藝術團 今年在台北國父紀念館的第一場演出 爆滿又佳作 許多商界人士慕名而來 他們表示 神韻演出震撼人心 展現像神一樣的風采 韻味和內韻 不需此行 深化科技公司總監黃思韻 很震撼 就是說視覺上 還有那個音樂 配合得非常的完美 對 讓人家就是 一直一直一直想要再看下去 不愧是神的 舞蹈的美感 我覺得 這個慕名而來是不去不需此行 生化科技公司總監黃素秋 首度觀賞神韻 讚嘆神韻演出像神一樣的風采 韻味和內韻 扣人心弦 有悲傷的 然後掉眼淚 但是馬上下一處又會開心的笑出來 我覺得她這個的節目安排 非常的棒 就是緊扣心弦 劉備的那個小孩的故事 當她媽媽 她用她的肢體 來傳遞那個母愛 然後那一幕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說沒有台詞 但是她可以套自己的肢體 那傳達給我們觀眾 這樣子的一個母愛的訊息 有被觸動到 黃素秋也盛讚 中心樂器合併的交響樂團 和舞蹈演員搭配的完美無瑕 西方的樂器 然後也加上東方的樂器 那我覺得這兩種非常的協調 就搭配的非常的協調 那尤其是每一幕的Ending的時候 那個鑼鼓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然後馬上就是那個表演者 那個收尾那個架式非常的有力 神韻以超高技藝 將五千中華文明融於舞蹈之中 讓不同國籍的商界人士驚喜連點 在中國看不到的中國跳舞那樣的 還有有好多故事 所以我很感動的 有機會的 我再要跟朋友一起來看 新桃尔雅特電視 秋天洗 李晶晶 林佩雲 台湾台北報導 加州房地產公不應求 買房難 租房也是兼具考驗 歡迎回來 加州房地產市場公不應求 不僅買房難 租房也是一項兼具的考驗 根據租房網站的數據 呈現租房難度在全加州排名第一 全美排名第八 2022年南加州呈現的租房市場競爭 尤為激烈 租房網站Rank Cafe 根據出租閒置天數 租戶續租比例等方面進行分析後 結果顯示 呈現租房難度在全加州名列榜首 聖地亞哥緊隨其後 其中呈現範圍以安納汉市 聖安納市和爾灣市 為租房最難的前三名 調查發現 去年呈現平均每個出租單位 就有19人申請 目前呈現依居市公寓的 平均租金為2300美元 由於呈現的地理位置相鄰洛杉磯 氣候宜人且經濟繁榮 再加上居民收入普遍較高 能支付高昂租金 種種因素都在推動呈現的租房需求 目前由於貸款利率上升 年代抬高了買房成本 也導致許多人選擇租房 根據加州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 截至今年1月 呈現房屋售價中位數為 119.5萬美元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張博元綜合報導 美聯儲接連升息 銀行業陷入危機 家庭和個人應該如何理財 降低風險呢 來看報導 隨著銀行倒閉 及美聯儲繼續加息等消息一出 很多人擔心自己的荷包 會受到什麼影響 由於利率飆升 專家建議 早點還清信用卡債務 是當務之急 對於有房貸和車貸的人來說 每個月將不得不提高 自己的還款額度預算 但美聯儲升息 對於希望存錢的人 絕對是個好消息 I系列儲蓄債券 是美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型債券 不僅受通脹保護 還能提供安全的回報 在今年4月底前 入手I系列儲蓄債券 都能獲得6.89%的高利率 只不過每年不能投資 超過1萬美元 也無法在第一年賦回本金 另外 如果你不想投資債券 把資金存放在高收益儲蓄賬戶 也是不錯的選擇 有些賬戶有著高達5%的利率 新唐人電視愛記者01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 今天的財經100秒 經濟部統計處發布固定投資發展趨勢報告指出 2022年台灣固定投資突破6兆元 達6兆2700億元 失之成長6.2% 其中半導體相關設備進口363億美元 金額刷新記錄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升至27.6% 也創下1994年以來新高記錄 AI技術發展快速也帶來AI的安全及信任隱憂 資安院與工研院合作 將參考國外針對AI的管理框架 建立AI技術檢測機制 規劃今年底前出爐 Google宣布將推出廣告資訊公開中心 公開在Google平台 包含Google搜尋廣告聯播網等 已經通過驗證的廣告客戶資料 開放使用者搜尋廣告主 並查看相關資訊 受疫情波及瓦城去年每股盈餘創新低 位於上海的最後兩間據點 已於今年二月歇業 中國子公司將轉型為採購中心 暫緩中國市場開發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誰能騎最慢 自行車騎慢賽 比技術也比耐心 台風彰化 最近有一場別開生面的自行車比賽 不是看誰騎得快 而是比誰能騎得慢 福星鄉體育會已經是連續12年 舉辦理事長輩自行車競速騎慢比賽 透過鏡頭一起去看看 比賽開始 沒看到選手衝出去 反而是看到選手一個一個在比慢 比賽規則是後輪壓線開始計時 前輪壓線看總秒數 三組同時上場 在15公尺長的賽道上 比比看誰騎得最慢 除了可以推展這個運動風氣以外 那我們也要給我們所有的騎腳踏車的民眾 一個感覺 騎腳踏車不一定是只有騎快 我們也可以騎慢 那騎慢更有技巧 那也更有趣味性 一方面可以做一些教育 交通安全的宣導 另一方面可以讓訓練孩子的專注力 過程中只能允許一次腳著地 跟一般的自行車比賽不同 這騎慢比賽不只比技術 也比耐心 兩樣都有才能夠拿到好的成績 站著氣啊 然後煞車不要按太大力 然後你踩出去的時候 你那個踏板要用到那個水平啊 你不能用太低 因為用太低你踩出去會沒有力啊 邊騎的時候要邊煞車 然後 碰到掉的時候 趕快把龍頭回正往前騎一點 理事長表示 透過這個比賽 希望把自行車慢慢騎的觀念 帶給大家 讓學生以及民眾 在騎自行車時慢慢騎 不要搶快造成危險 新唐A3電視葉錫紅臺灣彰化採訪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 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 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3年3月30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1061萬5281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5萬1868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日記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到現在 發聖會 一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